马来西亚一个多元化种族的国家 马来西亚一个多元化种族的国家 马来西亚共有三大种族 分别有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而且沙巴沙拉越还有很多原住民和土著 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文化 包括美食 着装 语言 都各自有不同的特色 首先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种族 占比人口6-70%左右 第二大种族就是华人 华人占比人口25%左右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前像南洋经常停留下来的 第三大种族是印度人 越占人口8-10%左右 他们都是以前南印度移民后代 各大种族的美食业 别有特色 华人的话 月饼 粽子 点心 肉骨 长海南鸡饭 汤圆等 酸的 甜的 辣的 苦的 样样都能适应 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都能吃 马来人的话 印江饭 沙爹 竹筒饭 马来粽 拿撒 瓜拉面等各种特色美食 印度人的话 咖喱角 蒸米粉糕 印度飞饼 香料 手炸饭 印度烤鸡和各种咖喱的食物 他们虽然有很多种族 但全体人民都和谐共处 也会共同庆祝彼此的几家日和文化 这样的马来西亚你会喜欢吗 记得点赞关注哦